邦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刚抵达卡尔滨火车站 我们看一下卡尔滨这座火车站,非常的洋气 在卡尔滨有很多这样的俄式的建筑 卡尔滨也是东北地区最洋气的城市 现在我准备在卡尔滨火车站附近去找一个住宿 我们来看一看卡尔滨这座城市的物价水平怎么样 消费高不高,住宿贵不贵 我在卡尔滨很想你 看一下这个俄式建筑 现在我来到卡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 环市益州 到处都是摩天大楼,有点迷茫 不知道去哪里找住宿 卡尔滨火车站拉克的也特别多 不敢跟拉克的走 前面就是拉克的 肚子很饿 先吃个饭 然后再慢慢找 火车站这边的宾馆也不少 离火车站越近的宾馆价位越高 到里面去找一找吧 酒店又住不起 穷游太难了 这边有一家小旅馆 不知道价位怎么样 这边有饭店 换一下价位怎么样 不便宜啊 这条街很多小饭店小旅馆 离火车站太近了 以我的经验 离火车站越近 环境越糟糕 这边一条街也都是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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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先吃个饭 太饿了 肯定先焊一下是不是 不能焊的那谁敢住 不能焊的那谁敢住 嗯对 这才符合道理 啊 那个无所谓啊 哪个安静住哪个 不是不是无所谓 价钱的事 价钱贵多少 对 就是屋里带有一间那样是不是 我带洗澡我带空调的 这样呢是88 就这种 这种带洗澡带空调的88 老板娘我打工的这88我得吃不消的 我只能住便宜的 打工的住便宜的就是40的 怎么样的 嗯 看一下 那走吧 地下室 这样的 嗯 这样的 这样的 嗯 能洗澡吗 嗯 洗澡啊 洗澡得带那个 那边去 不能洗澡啊 先吃个盖饭 填饱肚子 再去找住 就好像这个 你 pear 公公麦哑能洗澡吗 Hub com 游泳肺子 呼吸 这就是一层的 一吞 嗯 狗马 忘了 没有了是吧 嗯 这个房间你最低多少钱 这个房间你要行的话你去过60 60 对 这个房间就是去过两码和美串 60有点贵 40行吗 40下来 你往房间都40 这个房间的房间 我帮你哦 往家 就是读那边又有点 印记很差 刚才这个箱子摔了一下 放在那个台阶上没放稳 太倒霉了 房间搞定了 40块钱 哇 后面养鸡了 没注意看 这个早上 机会叫我起床 卡边的住宿不好找啊 将就一晚吧 真是十强 好 味噌还是挺干净的 后面养鸡啊 会不会有蚊子 蚊香 出来旅行 找住宿是最头疼的事 根本原因是穷 行吧 这就是我在卡尔滨的住宿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